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卫生间门是做半包口好还是做全包口好 这个问题如果说你不懂的话请耐心的把这条视频看完 大崔也是非常耐心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的摄像头现在是在卫生间的内侧 然后向外看 如果说您家是半包口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从卫生间往外看的时候 这个墙是要有贴磁砖的 这个口线只占到它的一半 这样叫做半包口 如果是全包口的话 黑色的口线会裹过来 裹到这个位置 把这个地方就不需要贴磁砖 那么你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你在考虑做全包口和半包口的时候 一定是在铺磁砖之前就把它考虑清楚 因为瓦工师傅在这个位置贴不贴磁砖 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区分的 贴磁砖就把它贴上只做半包口的 然后想做全包口的话 这个地方就不用贴磁砖 所以说它的优缺点 全包口的裹过来之后 就是内外看的效果是一样的 外面有口线 里面也是有口线的 整体效果会更好 但是费用也会更高 一般的这个口线 两三百块钱肯定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瓦工肯定是 你要是问瓦工的话 瓦工肯定会建议你做全包口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我们从装修效果上来讲 很多业主在选择这种金属门的时候 都会选择窄边的 非常流行并且很简单 所以说如果说你考虑做窄边的话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更推荐于大家做半包口的 因为窄边的话 它相对来说更简洁 适合于我们半包口的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位置大小的一个方面 如果您家卫生间比较小 刚好开门的时候 有可能会碰到马桶 就是说马桶的位置 刚好在门的这个开动的范围 比较近的一个区域 那么你尽量选择半包口的 为什么说呢 半包口的这个门扇 是在我们的相对来说更外侧 这样的它开动的时候 对于里面的面积的影响会更小 但是全包口的话 一般呢是在我们门的内侧 它的开动呢 占用的面积会更大 不让你理解不理解啊 就是你比划一下 基本上就能够理解 就是你的马桶 刚好有可能会碰到我们的门 这时候你选择半包口的啊 不被碰到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不知道大家都听懂了没有啊 从费用的角度两者差不多 因为你不直接磁砖 也是需要加费用的 好了 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是阿崔 观众中休美一个期间 下期再见